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小星 这段时间小树橙应该出来了 我到山山去找找看看有没有 这个地方有很多竹笋 往那边走 这里还发现一个大的 好了不挡了 不挡那么多 回家了 煮之前先把竹笋拍一下 切成一小段 煮的时候就好吃一碗 先放点水进去 先放那么多吧 这两天我们的厨房在搞建设 还没搞好 今天我就在我们这个旧房子这里 现在我要把这个糯米放进去 放好多水 放入热水 红绿 放入热水 放入热水 锅盐 现在我们加点合料 加的话就味好一点 我就放了一点盐 其他都没放 盖上盖子再煮一会儿 应该煮的差不多了 嗯 不错 起锅了 上一次吃竹笋西饭 应该是在十几年前了 过来也很久了 这一次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是特别想念那个味道 刚好又是到了小竹笋的季节 特意做了这一道竹笋西饭粥 好了 我来尝一下 特别好吃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们 我是小新 我们明天见